我听说兔兔不能养躺,但是现在我家兔兔自己养躺了,我要不要帮他翻面啊? 是的,如果我们人为的使他养躺,确实对兔兔非常不好。 但如果兔兔自己养躺,那没有多大问题哈。 兔兔会自己寻找舒服的姿势,一会儿就会换另一个舒服的姿势啦。 如果兔兔一直保持养躺睡着了,此时应该怎么做呢? 不要直接去帮助兔兔翻身,可能会惊吓到兔兔,并且兔兔脚朝上受惊时会用力灯,容易导致你受伤,正确地引导兔兔翻身,弄出一些想动唤醒兔兔, 比如有远到尽的脚步声敲门声,咳嗽声等等自由发挥,等兔兔从深睡眠中清醒过来时,再不经意地辅助他换一个姿势睡觉。 如果兔兔怎么都弄不行,那直接把他摆成侧躺姿势,此时兔兔可能是进入到一种紧张性,麻痹假死状态,兔兔自行养躺时一般不会出现,这是在强迫兔兔长时间,养躺中容易出现的状态。 时间长了可能导致兔兔晕绝或者是死亡,所以一定要及时叫醒兔兔,一直叫不醒的话请尽快送医救治。 你家兔兔平时喜欢怎么躺呢?是侧卧帕卧还是别的什么姿势? 关注我们,每日更新小宠一集,我们下期再见啦。